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投资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旗鼓双赢 今天又大涨了喔 240点 我是不是从礼拜一跟大家讲 开始反弹 对不对 今天礼拜三而已喔 你看涨多少点了 从低点到现在涨了差不多700点 我说前两天已经跟大家说明 格局是怎么样 反弹嘛 不过礼拜三 今天还期货结算 我们做期货 我们今天也有跟他这样换仓啊 继续报 我说反弹还没结束 可是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 哪边可能有反压 你可能就要注意了喔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到底是什么消息 今天只有一个个股的头条 来头条 鸿海要盖12寸厂 启动什么 马国大投资啊 半导体帝国成型 鸿海 我每次都讲啊 说这个头条新闻有什么用意 这个头条新闻就是媒体心态 只是说这个消息 利多利空我觉得先别去主观的判定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怎么走 这才是重点嘛 对不对 我怎么走 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说消息 它会催化这个趋势成型 可是有时候是倒过来 就是说现在是什么 利多出境 好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鸿海今天怎么样 鸿海今天 哎 开高走高 很厉害啊 哇 表示什么 表示今天的盘 是不是应该会跟得这么走 看一下 哎 果然啊 最后还几乎拉尾盘 快收快最高 有没有 全支股啊 而且鸿海 我也不是第一天跟大家讲 我说哎 前天就已经出现了 为什么 它已经涨到过近期高点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鸿海前几天 这几天怎么走的 看前天在这 它已经 这个收盘价已经是最近 这一个多月的最高了 昨天继续涨 虽然只涨五毛 今天直接给你涨两块 1.9% 我是不是说 哎 低点越来越高 收盘价创近期高点 我说你光是看着老师 跟你分析这些全支股 你做全支股都能赚钱啊 对不对 还有另外哪一档 台积电吧 这一次的反弹 谁带的 我说台积电 连电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一下大盘 大盘我在5月16号跟大家说 短线开始反弹 有没有 5月16 然后呢 5月17 反弹中 昨天嘛大涨155点啊 昨天哦 今天 持续涨 持续 来 这边给你画出来给你看 这是什么 下降趋势啊 这么明确 所以说它上面的空间到这儿 你就要留意 而且这边刚好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套劳 你看 跳空上去 又跳回来 这一块 四个反弹 我已经直接了当告诉你了 只是说 它会不会马上折下来不一定 可是它却一定会有反弹 对不对 每天跟你这边做分享 你看也应该看懂了吧 看一下 20大全值股 我说每天跟你看20大全值股干嘛 因为你会知道 这一波反弹是谁带的 那你要 假设你要做涨好了 你是不是要留意这些股票 我说 全值股的好处在哪里 稳当 它很难给你一下子跳空好几%这样 不容易 可是它该给你的利润 你一定掌握得住啊 看一下 这个是礼拜一的喔 你就看到这一块涨 这两块跌 看到没有 这是昨天的 是不是还是这一块涨 这两块是不是继续跌 今天呢 哇 全面上涨 出现什么事 我说 你看得懂 你自然知道盘会怎么动 强势的股票 强势的族群 电子嘛 这一次 而且是半导体为主 来 鸿海是后来才补上来的喔 它是组装的嘛 对不对 好 电子 是不是一直强 我说这个盘要反弹 全值股要表态 谁表态 半导体表态啦 那一天 台积电 第一点 505 有没有跌破 没有耶 对不对 它没有破跌 它只跌了嘛 我不是跟大家讲 只跌啦 然后呢 开始涨 其实里面半导体最强的是谁 是联电耶 对不对 我早就已经跟大家说明了嘛 好 那你就看台积电联电表演 后来联发科 那日月光也来参一咖 整个半导体的全值股都在动 你说这个盘怎么跌啊 就不会跌的嘛 好 重点是 昨天续墙 今天还在涨 不打紧 昨天涨了 对不对 全值股涨了嘛 电子全值股涨了 航海 航运 跟什么 金融 在跌 可是整个盘是涨的啊 涨了155点 那今天呢 欸 金融航运反弹了 电子继续涨 哇 涨了240点 所以你会看得到是谁在带 哦 你要搞清楚啊 你的逻辑观念要有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欸 这次是谁 台积电嘛 你看 16号直接告诉你 只跌了 17号 去涨 今天呢 反弹格局持续 对不对 哦 他居然跳起来 虽然说今天要收小黑K 可他持续啊 很厉害啊 可是最强的是谁 我是不是有讲 最强的是他欸 你看 联电 头肩底都出来给你看了 我一直跟大家说 欸 联电的 什么 低点在几月 4月底 这一波不是这样子掉下来吗 盘子都重新低欸 欸他怎么跌 他没跌 他很厉害 他不是最强的 他是最强的 而且他已经跳上季线了 头肩底成形 直接了让跟你讲 联电你要留意啊 不是吗 我记得这一天是4月28 我还特别把什么 把他的基本面的资料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 哇 他营收这么强 对不对 获利也一路增长 毛利又提高 这公司哪里不好 好的要命啊 可是重点是什么 之前股价圈一直跌 从70几块跌到剩43 跌掉了四成欸 对不对 你做基本面的 你说哇 好公司啊 为什么从70几块跌到剩43 你没办法解释啊 对不对 我说怎么去做股票 好公司你选好以后要干嘛 你要等啊 等时机来再做 对不对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另外 刚刚讲最弱的是谁 是不是他 金融嘛 昨天啊 我昨天直接跟你讲 股价没创新低 看到没有 哎 创新低是前一天欸 16号 可是那天我说 大盘已经开始反弹了 结果昨天蓄弱 可是他没创新低 哦 我说他就是有条件 他干嘛不创新低 因为利空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那天利空出来了 没创新低 那就是这个讯号 所以今天发生什么事 今天金融股券涨了2.87% 直接一个拉红K 底部一个红K出来 低档长红 反弹格局 是不是前两天已经告诉你了 一直在收下影线 是什么意思啊 利空出来不破底 很厉害 对不对 今天直接收长红 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航运股 你看这个航运股 昨天 区间盘整来到盘整区下渊 已经告诉你了 来到盘整区下渊 他会不会破 今天来看 趋势怎么成型的 趋势为什么可靠 你看今天 直接给你涨1.44% 他就是不破 他就是不想破 所以今天盘才会涨240点 对不对 可是有一个警讯你要注意 你看这个航运股 的成交量 是那一点点 你看 内股指数里面 航运内股指数 比重不到10% 这是个问题 然后重点是 电子 比重有61.3% 老师 老师已经跟你讲多久 我说电子 不要看说什么 这么弱的电子你还去买 我说电子 成交量已经回来了 而且有些股票都已经翻证了 格局都变多头了 其中的代表 不就是联电吗 早就说了嘛 又不是第一天告诉你 对不对 好 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期货操作怎么做 这一趟 到底是赚还是赔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字幕提供 欢迎欢迎来我们旗鼓双银 刚刚我们不是讲到 我们16号判断反弹 对不对 我都反弹开始了 反弹要不要做 做啊 能赚钱的机会干嘛不做 所以说 我们16号那一天 盘中 就已经决定了 5月16 中午11点37分 挂15890 买进两口多单 我们期货就这么进场了 大家注意看 那一天 5月16号11点40这一根 低点在哪 15885 哦 是不是可以买得到 绝对买得到 所以我们是多单两口 那天一进场之后 哎 收盘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 我们挂 16089 挺立一半部位 哎 我们刚刚做两口嘛 那有的人当然做了 不止两口 所以说呢 你就看啊 如果说你做四口 你做八口 随便你 可是你的那个风险要处理好 风险要规划好 老师所有的进出 你只要有部位在手上 挺立怎么出 挺损怎么出 全部都会交代清楚 来看一下 这边 哎 如果说 要出去 要挺损要在这 15729 如果有来 就要出 OK 结果没来嘛 都是往上涨的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一天收盘收在这 所以呢 15921 我们买在15890嘛 所以当天收盘 我们只赚了31点 两口 一口赚31点 不多 没关系 结果呢 隔天 5月17号 盘中最高来到16082 哎 我们刚刚说的 16089嘛 对不对 要挺立对不对 结果才来到1608 差没几点 也差7点而已 我看 到底要不要来 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之后 发现怎么转弱了 转弱 赶快 发讯号 告诉我们客户 因为差不到10点 所以直接先出一口 成交在16065附近 所以我们这一口赚多少 16065 减去多少 15890 这一口赚了175点 所以我们是不是停立一口 昨天嘛 盘中 然后就 这一口就抱着啦 抱着啦 干嘛 等啦 因为我们已经稳赚不赔了 对不对 那稳赚不赔以外呢 重点是因为今天要结算 对不对 五月期货结算嘛 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三 是期货的结算日 好 那结算怎么办 有人就来问老师啊 我说怎么办 换仓啊 怎么换 收盘前 这时候是下午的1.24分 收盘前告诉你什么 手上的多单 现在在16300附近 卖出品仓 那时候收盘嘛 好 换买进六月的期货是16200以下 因为那时候 两个价差刚好100点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换仓的动作 诶 我们卖在哪 16300啊 对不对 我们刚刚买在哪里啊 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买在15890 所以我们这个平仓 这一口平仓获利多少 410点 总获利 刚不是一口停利175嘛 再加仓后面这一口410 得说这一笔单 目前赚了585 如果说按照金额来算是11万7千元 三天 老师不是在跟你解盘 解盘当然是跟你解啦 可是当有机会出现 你要不要进去做买进 要啊 我已经跟你说反弹嘛 那反弹我们就来买吧 对不对 现在赚到585点 还不错啊 可是重点是我们是换仓了喔 六月的先续报 还有一口 当然如果说你有超过一口 你可以再停利OK啦 重点是 我说我们进场的重点是什么 赚钱 有赚钱很重要吧 对不对 我们希望能够多赚少赔 我说我们只要做任何的投资交易 你只要想一个东西就对了 我怎么在市场里 诶 赚钱的时候能够多赚一点 可是没有每次赚钱这回事嘛 是一定的 所以你要思考另外一件事是怎样 不对的时候我要少亏一点 你只要能够确定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的投资就会赚钱了 对不对 好那很多朋友来问反弹 反弹可以做什么股票 我说反弹做什么股票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说因为从全职股你就看得到 那时候联电在谈的时候 我不是直接拿联电出来吗 说你看联电有机会的时候 来看一下基本面 联电4月28号营收超强 持续创新高 而且每一年都比 每个月都比去年成长 这样好不好 好啊好到不好 对不对 然后获利呢 获利跟毛利在这 毛利也从31%涨到43% 获利从不到一块涨到1.61% 好不好 无懈可及 这是联电 然后联电那一天就长这样 刚好突破下降趋势 低档出量 我已经讲的闷闷白了 不是吗 突破下降趋势表现什么 跌势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涨了 有没有 所以后来怎么办 后来的格局是不是长这样 是不是这一天 有没有跌过 几乎没有啊 有没有 现在在创新高 你光看 连电你都能赚钱 不是吗 后来又跟大家分享哪一档 这一档 这一档是什么 这一档是台积电啊 我这边忘了标 台积电 好不好 台积电 你看 一样营收持续大幅成长 这个越来创新高 然后呢 毛利也持续创新高 52.64% 一季赚6.41 好不好 好啊 所以台积电 那时候跟你讲完 是不是也继续涨 对不对 你看台积电 是不是也继续涨 对不对 涨到这 最低505 今天最高到哪里 541 这样也差了三十几块 可是因为它是全值股 全值股的震荡幅度总是比较少一点 这没办法 因为它股票太重 好 所以另外老师呢 就会建议什么 建议说 哎呀我们还是锁定的 电能跟电动车 所以最近这两天 是不是跟大家介绍这个 这个 这一档 这一档 对不对 基本没有都不多说了 前两天一直讲 毛利43% 获利持续成长 走势涨这样 打进Toyota跟Tesla供应链 迟早要发酵的 这一档 对不对 电源晶片 还有呢 封测族群 这一档 老师是不是都挑选 基本面很好的 很好啊 然后呢 走势是不是刚好已经上来了 是不是上来了 成交量也出来了 你看 这一种格局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啊 为什么不能买 对不对 然后一直到昨天 跟大家介绍 这一档 哎 跟金元代工有关的 也是超强 看到没有 就是这一种公司 它才有机会蜕变嘛 它才有机会怎样 它所有的数据都给你创新高 它就有机会创新高 股价自然有机会创新高 然后涨这样 对不对 报价上涨 积极扩展 可不可以买 对不对 你自己判断 好 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个股票 哎 老师这边已经推荐你三档了 你的全值股我就不多说了 这三档股票你想知道是什么股票 你赶快来问 为什么 因为它以后 它之后只有题材不断 股价自然不会寂寞 对不对 我说我们挑股票不是随时随地 买了马上就飙涨停 没有啦 飙涨停 演给你看的吧 对不对 我们要看什么 我说我们重点是要看 先搞清楚它的价值 对不对 你有价值的股票 等趋势对的时候再来买 你自然有机会赚钱嘛 很多老师连什么都不会跟你讲 都没有跟你告诉你说 哎这股票什么什么 老师告诉你啦 你这样还不信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说当你的趋势对了 当你的股价格局也对了 再来买 你自然有机会赚钱 而不是每天跟你追涨停 追涨停 隔天跌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OK 现在上涨格局持续中 大家拭目以待 后续的发展 我们今天进步到这位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